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鱼姐 我来吧 这太危险了 没事 你小心点啊 好 要不你把这婴儿粥给喝了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想喝 你看你们每天 不是给我喝汤啊 就是给我喝药的 我现在都这么胖 要不你把它喝了 我不告诉别人 我 喝了吧 你傻呀 换灯泡这么危险的事情 能找如鱼姐亲自来吗 来 如鱼姐 我扶你下来 没事 慢点 我又没有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 别为我瞎操心啊 谁叫我们都是太起门的人呢 我们还等着孩子出生啊 叫我们舅舅呢 对了 师兄打进国术大赛决赛了 真的吗 飘逸哥进决赛了 不是飘逸师兄 是如风师兄 他参加国术大赛打进决赛了 哇 师兄好厉害 那然后呢 然后 然后 没有然后啊 他 他也没有跟你说别的嘛 比如 飘逸哥最近怎么样啊 迎春节怎么样啊 他什么都没说啊 没有啊 他怎么这样啊 只说自己也不说说别人的情况 好像我很担心他似的 师父 明天就是决赛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拿到冠军 到时我会将您教我的武术 发扬光大 你没有爱错人 思路 朕希望你没有死 朕希望你能看到我拿到冠军的那一刻 看到我 一步步把梦想变为现实 我想让你知道 你没有爱错人 来 如逢 马宁儿擅长快速密集地进攻 你一定不能乱了阵脚 我明白 其实输赢根本就不重要 我能打击决赛就已经很满足了 但是我一定要借此机会 好好教训一下马宁儿 马上就到了我们国术大赛 重中之重的总决赛 下面有请陈如风 马宁儿 请双风上场 不收 加油 比赛 开始 加油 加油 比赛 好 你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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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芳 梁芳 我自己不小心 没事 骂您二人 营地也不容易 我们回去吧 来 安静 安静 我宣布 国术大赛的第一名是 马宁二 好了好了 大家安静一下 还有一个事情要宣布 我正式邀请马宁二先生 担任我们国术馆的 武术总教练 全民教练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张灵海已经死了 让我远离上海的理由不存在了 难道你忘了 你不仅是张灵海的人 你还是黑龙会的人吗 如果被他们知道了你还在上海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和你在一起我怕什么 我这次来了 就不会再走了 什么 我不是一时冲动 我 竹飘意他们都误会你 可是你知道我和他们不同 我是真的理解你 你太小看我了 我不需要你的理解 还有不要再跟我提猪飘意 他是死是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黑龙会呢 他们一直只是把你当作一枚棋子 你陷进去是迟早的事情 而且之前你已经被他们利用过了 那只是一次失误 我发誓再也不会和他们有任何瓜葛 难道 你就像这样一个人吗 对 我就是像一个人 而且我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我知道你喜欢我 不过我对你的感觉 就仅仅只有同病相怜而已 没有其他的 那你总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你吧 不要再说了 我不需要任何人 你赶紧走吧 这 大家等我听清楚 我不管你们以前学的是什么拳 跟的是什么师父 今天 既然是我来教大家习武 就必须要接受我的规矩 我的话 有没有人反对 好 既然没有人反对 就代表拳头同意了 习武 不是过家家 更不是儿戏 我看你们以前的教练 把你们都教坏了 什么强身健体 以德服人 修身养性 这种软绵绵的虚话 我以后都不想再听到 我告诉你们 如果不能快 准 狠地击到对手 那说什么都是空话 知道吗 好 现在开始跟着我练 准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这就是什么马步 一千师父是这么教你们的吗 马步要蹲下去一点 给我从头练 来 回到原位 继续练 我没说停 谁都不准休息 不吃苦 是练不出真功夫的 够了 你这是在折磨我们 不是在教我们功夫 你刚才说什么 好大的胆子 竟敢这样跟师父说话 哪有像你这么教权的 之前朱飘一朱师父 就没这么要求过我们 更别说不许提修身养性 以德服人这样的话 你们看到没有 以后不准在我面前 替朱飘一三个字 否则这就是下场 我才是全国国术大赛的冠军 陈家沟太一拳 不是照样扮在我手下了吗 大家看清楚没有 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 还有谁不服的 没有就够继续练 我没说停 谁都不许休息 行 进去练 我不是要你走了吗 你还在这边干吗 我知道 对你的留恋是徒劳的 离开之后 我像是失去方向来的鬼魂 我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 你只要不在上海待着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爱去哪儿去哪儿 你为什么留在这儿 你不就想跟你心爱的人 在一起吗 我为什么不行 你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啊 因为现在的局势 根本不允许你留在这里 你留在这边 只会被我牵连吗 那 那你也走吧 要不你带我一起走 我们远走高飞 去一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 重新开始 我是不会走的 我要留在这边 弥补我犯的错 我答应过师父 要好好孝敬他 我也答应过思路 要照顾他一辈子 如果我抛弃他们的话 我会生不如死的 你不要犯傻了 他们已经不在了 如果你觉得对不起他们的话 你更应该好好地活着呀 活着对活而言 不是一种解脱 而是种折磨 如果你真的在乎的话 你就代替我好好地活下去好吗 好 我走 我走了 这次走了以后 我就不会再回来了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你说吧 有一个人 被我伤害得很深 我想跟他说声对不起 但我实在没有勇气见他 这个人就是陈如雨吧 哥哥 这个月我们富山诸事会社的利润是下降的 根本原因 在于我们为了打击大河沙场和罗氏药业 而采取的低价策略 损失这点利润 不足为息 我们的真正理想 是为了未来的战争做好一切准备 唯有如此 军人才会得到忠实 我们家族曾经拥有的军人尊严和荣耀 才会得以恢复 妹妹 我们并不是为了什么大日本帝国 而是为了我们宫崎家族 有些口号只是说给外人听的 我明白哥哥 大河沙场和罗氏药业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有了朱飘义等人的撑腰 这两家工厂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 所以我们进展十分缓慢 不一定每一件事都要我们亲自去做 用中国人打击中国人才是好办法 那个马宁儿最近怎么样 他拿了国书大赛的冠军之后 就留在国书馆当了总教练 对我们的诚意似乎不感兴趣 还要努力争取啊 这个马宁儿看来是给他的诱惑还不够啊 你再想想办法 马宁儿无论如何都是有用的 如果他同意帮我们对付工联会是一种价值 他要不同意 他还有另一种价值 你去把河内交过来 是 哥哥 河内 你需要好好研究一下马宁儿的武功 为了我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也许有一天 你会和他有一场公开的交量 你只能赢不能输 至于时间嘛 我来给你安排 陈馆长 您让我见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朋友 马教练 不是跟你说了吗 一会儿见面 自然就会知道了 别着急啊 来来来 喝杯茶 陈馆长 五小姐 您说的朋友就是她 你们不是很熟吗 对不起 我没兴趣 宁儿 这位是方子小姐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国术大赛冠军 马宁儿先生 见过马先生 这位是国术馆陈馆长 见过陈馆长 我刚想起有件急事 你跟五娇姐好好聊啊 我先走了 陈馆长 慢走 我先走了 马先生 实在多有得罪了 不过如果不用这种办法 恐怕我连您的面都见不着 请坐 我很忙 没什么时间 有话快说吧 马先生要赶时间吗 是不是家住得太远了 没关系 马先生您请看 这座房子位于上海最好的路端 离国术馆不到一里地 现在它属于您了 还有我们美丽的方子小姐 如果马先生您不嫌弃 她也属于您了 方子小姐美丽温柔 善解仁义 她能把你的生活 照料得无微不至 所谓英雄配美人嘛 像马先生现在这样的成就 和身份 怎么能没有这些呢 如果 马先生对这些都不感兴趣 那么请看下面的 这些都属于您了 房子 房子 女人 金钱 这些男人最爱的东西 你都搬出来了 不过我好奇的是 我对你究竟有什么价值 值得你下这样的重本 那我就直说了 大河沙场和罗氏药业 我们富山朱氏会社 志在必得 其实之前 我们和他们的合作 是很顺畅的 不过你也知道 由于朱飘逸他们的 宫联会从中阻挠 破坏了我们和贵国 工厂的正常合作 所以 所以你想利用我 去对付宫联会 坦率地说 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 我现在一心之想 好好教权习武 没这个兴趣 再说你用这些条件 完全可以请到上海 任何一个人来 帮你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非要找我呢 因为你最了解朱飘逸 而朱飘逸就是 宫联会的始作俑者 而且我还知道 你跟朱飘逸 本来就有私人恩怨 所以你才是最合适的 马先生 我真的很有诚意 期待与你的合作 我是不会跟日本人合作的 是非 马先生 马先生 你等等 马先生 马先生 你等等 马先生 你等等 马先生 你等等 马先生 马先生 那我先走了 如风 你带他们先进去坐坐 好 那我们先走吧 宁儿 不要跟日本人搅在一起 如果非要搅在一起呢 你能不能不要说 赌气的话呢 我没有赌气 你不也看到了吗 刚才我就和日本人 在一起 但问题是 你能拿我怎么样 我觉得吧 马宁儿跟日本人 一定是有勾结的 今天我们都看到了 他跟武林在一块 这千言所见 还能有假吗 眼见的不一定是事实 还是等查清楚 再下结论吧 听你这意思 好像是在帮马宁儿说话 他是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清楚 正是因为我清楚 他是什么人 才会这样说 马宁儿虽然做了 很多错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一点 他绝对不会 被日本人摆布 虽然我们见到 他跟日本人在一起 但是这并不代表 他跟日本人勾结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 就是日本人想利用他 飘逸说的有道理 我以前也和武林在一起 也被他利用过 难道 我跟日本人就有勾结吗 而且武林这个人我很了解 他最擅长利用别人的弱点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么说来 我们担心的并不是 马宁儿本身有多坏 而是 日本人在利用他做坏事 哥哥 马宁儿他并不吃我那一套 房子金钱女人 他都跟没看见一样 哥哥 恕我直言 马宁儿他就是个自大的人 诱惑对他来说 反而会起反作用 此事出他的自大 就是一种成功 我会用他的自大 来打败他自己 那就没必要再在这方面 花费力气了 马上执行预定方案 从日本大量调集 布匹和药品运到上海 低价抛售 直到大河沙场和螺石药业 主动求饶为止 是 不过一定要交代下去 要严格看守好仓库 免得被人抓到把柄 尤其是宫连会的人 是 我知道了 那么 下面我们该如何 对待马宁儿呢 马宁儿接下来的作用 马宁儿接下来的作用 只是如何败给河内经的问题 一位中国国术大赛冠军 却被日本空手道给打败了 无论是对于推广空手道 提高侨民在上海的地位 还是全面打击中国人的自信 都是件极有意义的事 到了那个时候 马宁儿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我们的话题中 将不再会有她的名字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是不会相信 你和日本人会有什么合作的 我也不会阻止 你和日本人的普通交往 但是 我只想提醒你一句 千万不要被日本人利用 朱飘义我问你 从小到大我被谁利用过 宁儿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你的聪明智慧 但是当初迎春 是怎么被武灵所利用的 你是知道的 真正的利用 是在不知不觉当中 好 我接受你的提醒 你现在可以走了吧 其实 我还是很希望 你能去宫联会的 听如风说 现在国术馆的馆长陈鸣 跟日本人走得很近 实话告诉你们 日本人确实是想拉罗 但被我拒绝了 没想到你们也想拉罗 我马宁儿何德何能 能让你们都过来找我 但我跟过去不一样了 现在的我 只想安心在郭书馆里 交权习武 其他什么事我都没兴趣 这样吧 朱飘夷 我向你承认 日本人那边我不扣 但你们这边我也不扣 我站在中间总行了吧 这样你可以走了吧 好 好 那告辞了 这是我今天在海关 码头 货运公司 查阅的所有资料 再结合市面上的实际情况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富山诸事会社 很有可能涉嫌走私 是啊 他们的布料 卖得那么便宜 如果不是走私 不可能支撑那么久 很明显是针对大河沙场的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要尽快地找到 富山诸事会社 走私的证据 否则我们空口无凭 上海所有的仓库 我都已经查过了 但是没有找到 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我后来忽然想起来 武林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地方 在哪里 在三元桥以北的一个地方 他可能以前也没有料到 会形成现在这种局面 所以大意了告诉我的 累死我了 发生了什么事 是不是日本人 又去大河沙场捣乱了 不是 有我在 谁敢过来闹事啊 是大河沙场的那个宋老板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爬到了楼顶 非要跳楼自杀 好嘛 我们这一下全面成救人的了 那结果呢 结果 结果是我们好说歹说 都不管用 这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就通过后墙偷偷地溜上去 一把把地给拽下来了 他为什么要跳楼啊 那还不是因为布卖不出去 原料款付不起 还有拖欠工人的工资 也发不下去 这实在是没办法呀 宋老板啊 才选择跳楼的 看来不能再等了 我们必须要尽快地 找到他们走私的证据 刘叔叔 不如明天我和如风 去迎春说的那个仓库 调查一下吧 好 还是我去吧 我对那儿比较熟悉 不行 我们去就行了 好 我看啊 还是让飘逸和如风去吧 这样的事啊 让男人去比较合适 可是我 好了 别说了 大家早点休息 好 好 好 混账 宮崎社長早就下了命令 讓我們務必看守好倉庫 可是你們兩個竟然在這裡閒聊 跟我去看看倉庫 什麼人 跟我出來 來 起來 跟我去追 你們走那邊 是 我説過 你是逃不掉的 韓麗雪 不 或許我該叫你柳迎春 把面紗摘下來吧 我們倆很久沒見了吧 真沒想到 會以這種方式見面 真是諷刺 這樣的見面方式 我正是你想要的 少廢話 把你手上的相機給我 吳玲 你真的是太卑鄙了 我真沒想到 你一開始就是在利用我 我利用你 那說明你還有利用的價值 否則的話 你以為你有命活到今天嗎 這種話你也說得出口 你到底還是不是人 你還有沒有感情啊 柳迎春 你是不是傻呀 我之前交給你的東西 你都忘了嗎 做我們這一行 字典裡從來沒有感情 這兩個字 別管廢話 相機給我 做夢 好 對不起 英春 我們的立場不同 別動 英春 你沒事吧 我沒事 無靈 無靈 我和你不一樣 在我的字典裡 感情這兩個字 永遠存在 不管怎麼說 我來上海 第一個認識的人就是你 雖然你一直在利用我 但是你也教會了我很多 今天我放了你 但是不會再有下一次 如風 放了他吧 放了他 如風 聽迎春的 等一下 請轉告 你們富山諸事會社的 宮崎社長 也就是 你們黑龍會的宮崎會長 立刻終止 對大河沙場 還有羅氏藥業的侵吞 否則 他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竹飄義先生 竹飄義先生 你的話我會帶到的 柳瑩川 我們還會再見面的 我倒希望 我們永遠不要再見 無練 及早守守吧 無練 即便你是我的妹妹 出現這樣的事情 也是不可原諒的 這的確是我的錯 你早該除掉那個柳瑩川 是我一時疏忽 所以我很抱歉 不是疏忽 是你對他有了感情 是 我承認 他只是一個工具 用完了就應該馬上扔掉 你知道你這麼做 會有多危險嗎 可是 他畢竟救過我的命 可他不也在害你嗎 是 恩害相生的道理 難道你忘記了 告訴我 接下來你要怎麼做 轉移貨物 殺掉柳瑩川 逼迫大河沙場 和羅氏藥業 交出更多的股份 不惜一切代價 達到控股的目的 聽起來插槍人意 不過我要的只是結果 明白 有人讓我轉告 要我們放棄 對大河沙場 還有羅氏藥業的收購 是朱飄一 哥哥怎麼知道是他 我關注他很長時間了 相信他也在關注我 除了他沒人敢這樣 對我說話 是到了該見面的時候了 河內 在 你來安排吧 記住 是單獨會面 是 哥哥 單獨會面 恐怕不妥 朱飄一武功一靈 而且 他有個很強的助手 還是我派人來保護你吧 你的擔憂是多餘的 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我一個人就足夠了 相信他也會是一個人 你去吧 可是 還要我再說一次嗎 是 河內 我現在寫信給朱飄一 你要親自轉交 不可以讓別人待轉 是 你是朱飄一 對 我是朱飄一 宮崎會長 給你的信 謝謝 宮崎約我 單獨見面 單獨見面 他肯定有埋伏 我們跟你一起去 是啊 朴飄一 日本人詭計多端 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不 我一個人去 初次見面 我想他是想試探一下 我的態度 相信他也會一個人來 竟然讓客人先到 實在是懺愧啊 這裡是中國啊 所以您才是客人 我先到是應該的 請坐吧 好 請坐 聽說朱先生是太極拳的高手 但是說話卻如此犀利 倒是出乎必人之預料 是一羽羽中地還是納辯之言 是看對方而定 說得好 中國雖然地大物博 資源豐富 但是在吃喝上卻顯得浪費 必人實在是不習慣 所以就請朱先生品茶 這裏有貴國的西湖龍井 閩南的鐵觀音 閩北的大紅袍 還有雲南的普爾 看來宮崎先生 對中國的茶葉很熟悉啊 必然喜歡研究中國的一切 中國曾經是日本的老式 可現如今這位老師 卻遠遠地落後於他的學生 真是讓人遺憾啊 我們中國人說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那不知道宮崎先生 覺得應該怎麼對待 我們中國這位老師呢